耶利米哀歌第四章 黄金怎么竟然失去光泽 纯金怎么竟然变色 圣殿的石头都被抛弃在各街头上 西安尊贵的众民 本来和金金一样贵重 现在怎么竟被看为瓦器 好像陶匠手中所做的呢 野狗尚且用乳房不养他们的幼儿 但我的众民变得多么残忍 像旷野的鸵鸟一样 婴儿的舌头因干渴而紧贴上膛 孩童求病却没有人分给他们 那些从前吃美食的 现今都在街上孤单凄凉 那些从前在豪奢生活中长大的 现今却在垃圾堆中打滚 我纵民的罪孽比索多玛的罪恶更大 索多玛在转眼之间倾覆了 尽管无人攻击他 西安的贵族素来比雪更明亮 比奶更洁白 他们的身体比红宝石更红润 他们的样貌像蓝宝石一样美丽 现在他们的面貌比煤炭还黑 在街上再没有人认得他们 他们皮包骨头 枯瘦如柴 那些死于刀下的比饿死的还好 饿死的因缺乏田间的出产 就日渐消瘦而死亡 此心的妇人亲手碰住自己塑身的孩子 在我众民遭毁灭的时候 孩子竟成了母亲的食物 耶和华大发震怒 倾倒他的烈怒 他在西安放火 拓灭了西安的根基 地上的君王 以及世上所有的居民都不相信 会有任何敌人攻进耶路撒冷的城门 因为西安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孽 就是他们在城中流了一人的血 所以他们像瞎子在街上流荡 他们被血玷污 没有人可以触摸他们的衣服 有人向他们喊叫 走开 你们不解的人 走开 走开 不要触摸我 他们到处逃亡 漂流的时候 列国的人就说 他们再不能在这里寄居 耶和华亲临分散他们 不再看顾他们 人不再尊重祭司 也不后代长老 我们突然等待帮助 等到双目失去势力 我们在瞭望台上 期望一个不能拯救我们的国家来临 敌人追踪我们 使我们不敢在自己的街道上行走 我们的结局尽了 我们的日子满了 我们的结局已经到了 追赶我们的比空中的鹰还快 他们在山上追赶我们 在旷野埋伏攻击我们 耶和华所高丽的 我们鼻孔的气息 在他们的陷坑中被捉住 我们论到他曾说 我们要在他的硬币之下 在列国中存活 乙东人啊 乌斯帝的居民啊 欢喜快乐吧 这杯也要传到你那里 你必喝醉 以致赤身露体 喜安的居民啊 你的刑罚已经受够了 耶和华必不再使你流亡 乙东的居民啊 他必惩罚你的罪孽 揭露你的罪恶 感谢您的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